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咱们分享一道 适合老人孩子吃的家常菜 西红柿鸡蛋腐竹包 口感软嫩,非常的下饭 跟我一起做给家人吃吧 准备鸡蛋 西红柿海鲜菇和腐竹 腐竹放盆里放少许盐 然后用温水给它泡发 放盐可以增加腐竹泡出来的韧性 海鲜菇给它切成段备用 鸡蛋也给它打进碗中掉散 鸡蛋里面不用放盐 西红柿打上花刀 然后用开水烫30秒左右 把西红柿的皮给它去掉 烫过的西红柿 它的皮可以很轻松地撕下来 像这样子 把外面这层薄薄的皮给它撕下来 这个过程是比较治愈的 西红柿也可以不去皮 但是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我们再把西红柿给它切成片备用 泡好的腐竹放进盘中 把鸡蛋液淋上去 一起给它拌匀 之后我们要下锅煎一下腐竹 要把腐竹煎至两面金黄 所以把腐竹裹上鸡蛋液 煎锅的成品就是这样的 腐竹煎至金黄 没有用完的鸡蛋液给它直接煎好出锅 锅中鱼油烧热 然后放入姜蒜还有小葱葱白一起爆香 再倒入海鲜菇一起翻炒 翻炒至海鲜菇变软 海鲜菇炒一下 可以让它的味道变得淡一些 然后再倒入西红柿块 一起翻炒一会儿 这时候来一点盐让它入味 全都炒软之后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这里是加了一碗清水 放蚝油一起给它拌匀 然后再把腐竹和鸡蛋给它铺在上面 一起铺平 大火煮开之后 然后盖上锅盖 中小火焖煮10分钟 这样腐竹它就会变得比较软嫩 口感比较好 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始上桌了 今天我们的简单家常菜 腐竹包就已经完成了 色香味俱全 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喜欢家常美食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我哦 咱们明天再见拜拜